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任务的主要目的为 验证空间站支持乘组能换能力 实现航天员乘组首次载轨能换 开展空间站舱内外设备及空间应用任务相关设施设备的安装与调试 进行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实验 进行空间站日常的维护维修 验证空间站三舱组合体常态化运行模式 按计划 神舟15号载人飞船入轨后 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互递接模式 对接于天河恒星舱前向端口 形成三舱三船的组合体 这是中国空间站目前的最大构型 总质量尽百登 载轨诸流期间 神舟15号航天员乘组将迎来天舟6号汇运飞船 神舟16号载人飞船的来访地阶 计划于明年5月返回东风着陆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